好 还要来看就会不会太惊险 有一个富人搭乘了国道客运 在台南的严刑站下车 准备要拿行李的当下 这人都还没有离开 司机直接把行李门关起来 好在这个富人蛮急紧的 赶紧就整个人钻进行李舱里面 否则这个行李舱们如果没有 房夹机制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 国道客运到站旅客下车 拿取行李下一秒惊悚画面 富人还在拉行李 电动门竟然直接关上 从他身上压下去 让他慌张的扑进里头 夸张的一幕发生在台南永康银行 客运司机发现后立刻冲下车 好在富人没有严重伤势 对着司机念了几句旧礼序 影片曝光后 民众认为这样的疏失 真的很危险 司机好像是会在旁边看的 只是刚刚那个影片好像没有 司机应该要注意一下 就是乘客放棄的部分 客运业者则是出面 坦诚司机处理SOP出了问题 这颗镜头正对旅客上下车 关上门之前都得盯好荧幕 司机就是在这个环节 没有做好确认 针对驾驶在做教育训练 然后针对乘客自己停 行李的时候一定要确实 已经离开了 再去做一个关闭 那个行李箱门的动作 再看一次画面 好在富人动作快 负责这行李门 没有防夹功能 恐怕造成严重伤害 华世信物黄英副刘瀚生 谢雨昕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